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今天全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可以看到台湾就像是一颗烤番薯一样 各地高温落在34到35度 而其中高温警戒范围包括台北市、花东 还有南部地区都可能飙迫36度 花莲纵谷还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 气象局代理局长郑明典也在脸书上发文指出 台东附近有被风涡旋 在被风涡旋南侧的小环流很容易出现焚风 而这样的天气形态预计会持续到礼拜四 19号礼拜五开始梅雨封面接近 中国南部地区将转为游雨天气 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几率 阳伞墨镜全出动 抵挡烈日不能马虎 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影响 全台热浪来袭 气象局公布高温警戒区 包括台北市花东地区及南高平等县市 要留意可能有36度以上高温 此外线孔达危险级 其中花莲光复乡15号更测得全台最高温38.3度 各地都是晴朗又炎热的天气 我们预估各地高温都在35度上下 尤其在花莲纵谷更可能出现38度左右的高温 气象局代理局长郑明典也在脸书发文 指出台东附近有被风涡旋 在被风涡旋南侧的小环流很容易出现焚风现象 加上全台云量偏少 高压影响范围都会很热 而这样的天气形态预计持续到周四 19号周五开始 梅雨封面难移 中南部地区恐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发生 北方的封面预估星期五到周末 甚至要下周前的这段时间 会难下到我们的北部海面 而在新南风的影响之下 宁封面的中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雨会有一些下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几率 梅雨封面会不会伴随西南风或更强的西南气流带来较大雨量还有变数 不过即便梅雨封面来感受上还是偏高温闷热 提醒外出多补充水分延防中暑 讲路一猜如台报道